今天週刊爆料的一個關鍵的紙條 就是他在2021年 曾經下條紙 給產業局長林崇傑 下面還寫的是說 怎麼做都好 快就好 這八個字 怎麼做都好 快就好 而且這件事情是針對金華城 所以他都敢下這個條紙了 這當然我們待會兒會再仔細的討論 他下這個條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這個關鍵的條紙 而且公務員還為了保命 就還把這個條紙還給他copy起來 對 copy起來是做一個保命服 所以基本上在2021年 在易小葳便當會之後 你就下了這個條紙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知情 2022年連續三天 10月18號金華城建造核發 10月19號動土 這兩個日期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奇怪 我拿到建造我隔天馬上動土 我不用先邀請人來參加 你知道金華城的動土請了誰你知道嗎 好幾個大老闆 星光的老闆 包含市長柯文哲 一般來講依照我們的經驗 你安排這麼重要的動土典禮 至少一個禮拜的時間準備不誇張 對不對 這個流程要擬一遍要走一遍 然後這麼多大老闆時間很難約 你說柯文哲台北市長這麼沒用 而且那時候是選舉前 他難道誰傳誰到嗎 星光的老闆誰傳誰到嗎 不可能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動土典禮的時間早就定了 拿到建造時間也早知道了 台北市政府不管怎麼樣 套一句柯文哲的便條快就好 所以一定要在10月19號之前 你把建造給我發下去 那建造會不會過不重要 重要是10月18號一定要拿到建造 因為我動土典禮拍號了 所以這個建造審核到底怎麼審的 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在拿到建造之後 11月1號跑出來了一個1500 所以大家覺得如果這是錢的話 這一筆應該是什麼錢 土利罪應該是涉嫌重大 那現在也是有沒有違背職務收賄罪 目前看起來陸續有一些證據開始浮現了 那接下來就看檢察官的功力 所以為什麼檢察官今天下午要去提訓借提柯文哲 我覺得他就是因為昨天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沈靜晶昨天進去跟出來的 兩個畫面有一個很微妙的差別 對 蠻妙的 他進去坐輪椅出來是用走的 那個裡面到底有什麼神奇的功力 兩個半小時把他身體都移好了 最好是人家有套 心情得好 還是說人家有希望 變得好起來 就是說我可能快離開北索了 看到希望了 對 我看到希望我就可以站起來了 然後今天就借提了柯文哲 然後今天問柯文哲 我相信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可能是命運作弄人 柯文哲今天的服裝 大家仔細看一下 腳踩藍白托 藍白河成真 然後身上穿著黃珊珊 兩個願望一次達成 這也難為他了 其實今天週刊爆料的內容 實在是資訊量非常的大 一下說有親筆指示 說怎麼做都好 快就好 而且還證實了這1500萬 不是時間就真的是1500萬 小玉姐這個料真的很大 確實啦 但是回過頭來 這個關鍵人物就是柯文哲 大家關心阿伯怎麼了 最近已經 這幾天就很久沒看到阿伯了 不過就在剛剛最新的消息 是阿伯 他今天下午被北姐給提訓 所以好不容易又看到了阿伯 阿伯呢 我們現在透過鏡頭可以看到了 阿伯穿著這個黃色的球衣 但是大家應該小草看得很不忍 他還是有上銬 上銬這樣子走出來 穿著短褲 哇 這個阿伯 關了第六天了 積壓第六天之後 終於又現身了 那事實上 北姐這幾天傳訓的動作 是一波接一波 既昨天首度傳訓審慶金之後 在今天上午又傳訓了 關鍵的被告 就是彭政生 然後到下午開始傳訓柯文哲 所以我們剛剛現在看到的是 好久不見被羈押六天的阿伯 又再度的一個現身了 好 那剛剛講到了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要釐清兩件事情 就是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柯文哲有第一次 被吳寶請回的時候 當時法院是認定說 他完全不知情 不但對於金華城 這個到底有沒有違法 他不知情 然後對於這個 就是反正 而且對於案情 他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尊重 因為他說他沒有專業 就尊重這個都發局 都委會的這些委員的 專業意見 好 那事實上到底 而且柯文哲還順勢的去講 說對 我是真的不知情 我是今年卸任之後的三四月 我看到媒體報導 我才知情 那今天的這個週刊 就是狠狠的打臉 就是柯文哲 你怎麼可能不知情 不過周凱說實在的 很多人都出來 都說阿伯不可能不知情 從最早之前的林周明 林青榮 這些還有一些 什麼宋政麥 這些都委會 都已經出來作證 就說阿伯不可能 到今年三四月卸任之後 才知情 但是今天週刊爆料的一個關鍵的紙條 就是他在2021年曾經下條紙給產業局長林從杰 下面還寫著說怎麼做都好快就好 這八個字 怎麼做都好快就好 而且這件事情是針對金華城 所以他都敢下這個條紙了 這當然我們待會會再仔細的討論 他下這個條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這個關鍵的條紙 而且公務員還為了保命 就還把這個條紙還給他copy起來 對 copy起來 是做一個保命符 所以基本上在2021年 在應小微便當會之後 你就下了這個條紙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知情 就是你指示 怎麼做都好 快就好 所以第一個 就是到底阿伯知不知情 今天這個有一個關鍵的打臉的證據 好再來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帳戶金流的部分 除了這個周凱 就一開始講到 那個1500 外界都在笑說 這個1500是時間 那今天這個包括昨天 就已經出來了 就是說事實上 在這個2022年的11月1號 這個1500那一天 柯文哲就是去中正 中正跟大同區 2022年11月1號 禮拜二 而且是禮拜二 下午的3點1500的時候 他在藍世聰的陪同之下 他有去跟大同區的里長見面 有跟中正區的里長見面 所以這個1500 絕對不 除非他有分身 分身送氣力 這我不知道 不然他絕對是不可能 是去這個時間 去跟沈晶晶見面 所以1500你是金流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大 好 第二個 他事實上 這個金流的部分 今天這個週刊 還有金爆 他除了有柯文哲的神秘帳戶之外 還有威京集團的帳戶出來了 就是說威京集團 在拿到核發 拿到核發建造之後 他有論功行賞 裡面有幾多關鍵的人物 都嚇一跳 什麼黃大洲200萬 然後威京集團的董作 陳育坤200萬 另外還有協理 什麼這個宋昆仁400萬 還有講到朱雅虎 朱雅虎不只年薪給他300萬 事成之後再給他300萬的獎金 很多 很多 一個一個一個 神秘的帳戶都出來了 最後一個 還有講到木可帳戶 木可帳戶就是 講到柯文哲跟李文娟的負責人 他有這個對話 意思就是說 你有什麼某大亨 100萬趕快處理 還有食品廠的負責人 50萬趕快進到 新庫廂智庫的帳戶 這些對話都可以直指說 柯文哲對於這些金流 其實都巨細迷移 一清二楚 甚至北院還稱讚他 就說他精明幹練 所以以這些相關的證據出來之後 我們都還 甚至我覺得還可以再去追 到底你木可公司 跟金華城到底有什麼關係 今天鏡周刊 為什麼突然把這個木可帳戶 要跟金華城這個案子 寫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貓膩 因為事實上 剛剛也有人踢爆 說實在木可的帳戶 木可是什麼時候成立 是2022年10月14號成立的 登記成立 結果金華城這麼巧 就在4天之後 金華城2022年10月18號 就核發建造 所以你不覺得才差4天 木可成立4天之後 金華城拿到建造 時間點很近 而且你看 今天我再強調一次 今天為什麼鏡周刊 突然把金華城跟木可的公關公司 這種的對話 突然把它寫在一起 而且我相信 就是說檢察官 不可能只有專辦金華城 或專辦政治獻金 木可跟金華城 是不是有相關的關聯 我覺得這個可以循現在發展下去 沒有錯 因為剛剛小玉姐 其實有幫我們講到了 在1500 大家過去一直在想說 到底是時間還是錢 昨天有一個獨家新聞 其實當天就是這個 11月1號2022年 這1500 這麼下午3點在幹嘛 他在大同區 他在中正區 一路拜會離場 他是從下午2點到5點 所以已經破解了 這個就是時間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 鏡周刊今天寫到 原來阿伯的水聲碟 是在他的書房裡頭被收到的 而且這裡面確實就是寫到錢 因為他是比對了 前後的一些相關資料 發現真的就是錢 黃哥 對其實第一時間我就講說 那個應該就是錢 因為刑事例的說法完全不合理 一個最大的破綻就是 你如果要約人見面 為什麼沒有寫地點 對 地點是最重要的 在哪裡見面 最重要 要去哪裡找 在台北街頭巧遇嗎 所以不太可能 所以第一時間就說 應該就是錢 現在證明了應該就是錢 至於那個隨身碟 為什麼會被收到 到至今仍然是個謎團 也就是說這麼重要的證據 柯文哲在檢察官敲門之後 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在家裡 不管他是在嗯嗯還是在洗澡 他總有時間把那個隨身碟給毀掉 所以唯一比較合理的解釋是 因為這資料很重要 可能存了好幾個隨身碟備份 可能這個忘了 存太多忘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重要資料 要異地備份 他可能這個忘了 好 那為什麼說它是錢呢 其實因為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這一個 因為當天他其實人根本 沒有跟沈慶慶見面的機會 他當天整個下午不在大同區 就在中正區 所以1500不會是時間 因為那個時間他人在大同區 所以不可能跟沈慶慶見面 但是我覺得蘇培昨天有個質疑 很有道理 因為他寫金手人 有沒有可能是金手人跑到那裡去 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1500萬 如果你換成2000塊的鈔票 大概就一個小的手提袋就可以提了 其實並不中 甚至我們現在如果送那種 比這大和的月餅禮盒 那種紙袋子有沒有 1500萬都可以裝得下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這檢察官要釐清的 好 那還有這個時間點的巧合 就在於說 另外一個巧合就是說 沈慶慶拿了 總共編了4億3的公關費 其中給印小微4740萬 但是檢察官查了發現1500萬去向不明 而這個1500萬跟這個1500 數字又剛好一模一樣 很巧耶 對 數字又剛好一模一樣 這兩個巧合 但是這裡面唯一我覺得比較不合理的是 這個金額太少了 如果是錢的話太少 如果是台幣的話太少 如果美金的話合理 所以他單位可能不一定是台幣 對 因為印小微都拿4500 柯文哲沒有道理只有1500 好 還有一個巧合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就覺得這個1500 為什麼一定是錢 來 2022年連續三天 10月18號清華城建造核發 10月19號動土 好 這兩個日期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奇怪 我拿到建造 我隔天馬上動土 我不用先邀請人來參加嗎 你知道金華城的動土請了誰你知道嗎 好幾個大老闆 星光的老闆 包含市長柯文哲 一般來講依照我們的經驗 你安排這麼重要的動土典禮 至少一個禮拜的時間準備不誇張 對不對 這個流程要Re一遍 要走一遍 然後這麼多大老闆時間很難約 你說柯文哲台北市長這麼沒贏 而且那時候是選舉前 他難道誰傳誰到嗎 星光的老闆誰傳誰到嗎 不可能嘛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釋是 動土典禮的時間早就定了 拿到建造時間也早知道了 臺北市政府不管怎麼樣 套一句柯文哲的便條快就好 所以一定要在10月19號之前 你把建造給我發下去 那建造會不會過不重要 重要是10月18號一定要拿到建造 因為我動土典禮拍好了 所以這個建造審核到底怎麼審的 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再拿到建造之後 11月1號跑出來了一個1500 所以大家覺得如果這是錢的話 這一筆應該是什麼錢 我們一般講前金後謝 那這一筆應該是什麼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柯文哲到時候 如果真的查到說 的確有150年的時候他一定會講一個理由 我先破他的梗 他一定會說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2022年的九合一選舉是在11月26號 那時候因為我們黨選舉缺錢 我先去找沈慶晶掉頭寸借了1500萬 他如果真這樣講的話 他如果真敢這樣講 如果沈慶晶又配合他這樣講的話 這會給檢察官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因為借1500萬沒有說什麼時候一定要還 我也沒有說我不還 對 我可以10年後再還 而且審刑金對我很好 免息 所以我覺得檢察官現在查這個金流 的確會很辛苦 但是這1500應該就是錢 但是第一個他的幣值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第二個他到底是什麼錢 現在有待檢察官釐清 但是我相信這不難查 因為你如果是給現金的話 誰去領的 什麼時候領的 用什麼樣的袋子裝 這個應該銀行都有記錄 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看起來圖利罪 柯文哲應該是涉嫌重大 包括今天鏡周刊給我們看的 登的很多資料 圖利罪應該是涉嫌重大 那現在也是有沒有違背職務收賄罪 目前看起來陸續有一些證據 開始浮現了 那接下來就看檢察官的功力 所以為什麼檢察官今天下午 要去提訓借提柯文哲 我覺得他就是因為昨天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沈靜欣昨天進去跟出來的 兩個畫面有一個微妙的差別 對 蠻妙的 他進去坐人椅出來是用走的 那個裡面到底有什麼神奇的功力 兩個半小時把他身體都移好了 移好 主要是這樣 人如果有套 心情比較好 還是說人如果有希望 變得好起來 就是說我可能快離開北索了 看到希望了 對 我看到希望我就可以站起來了 然後今天就借提了柯文哲 然後今天問柯文哲 我相信一定會問這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可能是命運作弄人 柯文哲今天的服裝 大家仔細看一下 腳踩藍白河 藍白拖 藍白河城鎮 然後身上穿著黃珊珊 兩個願望一次達成 這也難為他了